那么中华队昨天晚上是以一分之差被日本逆转胜 今天面临背水一转 迎战另一个强敌是红色闪电之称的古巴队 那么不放弃继续挺进的机会 中华队的教练团已经决定要把先发投手的重责大任交给罗锦隆 至于古巴的先发投手则是巴坦康特 他曾经对上中国投四局标八次三阵 背水一战对决古巴一定要赢 中华队派出先发投手是他 前旅美投手罗锦隆 现在蛮放松的吧 就还没到球场啊 紧张等到球场再紧张 维持一项开朗乐观 总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罗锦隆是中华队里对媒体镜头最友善的球员之一 9号晚间他即将面对红色闪电的严厉考验 预计对上先发投手巴坦康特 上次出赛面的中国队主投四右三分之二局标出8K 好坏球比例控制相当完美 带领古巴12比0提前七局口斗中国 顺利拿下胜头 但罗锦隆也不是弱者 将近200公分高了他 十年前曾经是赴美签约经第三高的潜力新秀 16岁加入科罗拉多洛基队 去年底宣布投入中职选秀 最后加盟统一师队 今晚将要用擅长的纸插球 修理古巴打者 特别要提醒中华队 红色闪电来势汹汹 尤其三位重炮手 戴斯派费南德兹 AberU要特别注意 投手群绝对没有湿头空间 希望全队就像王建民在脸书上写的 今天是全新的开始 忘掉过去 再赢两场就直奔 就金山了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